所以小伙子如果换了我 我这一辈子打光棍 我也不娶这样的媳妇告诉你 直指仅至于是脾气的问题吗 和教养的问题吗 我认为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素质 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素质 视频中这个被于柏洪老师 和图磊老师骂哭的女孩名叫小杨 她到底做了什么事 让于柏洪和图磊当场严厉责备她呢 故事还要从男友小冬这里说起 从男友这得知 女友动不动就拿小冬出去 最过分的是让小冬当众跪下道歉 小冬到底做了什么过分的事 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跪下呢 原来是女友小杨不接电话 小冬啰嗦了两句 这时女友小杨露出了暴躁女的特质 抓着小冬不依不饶 非逼着小冬在人多的地方跪下认错 是个男人都不能做 那么没孙岩的是 这时主持人照穿一脸严肃 逼问小冬 你跪了吗 小冬耿直回答乐翻了全场 可以看出的是 小冬是真的爱她 才会把她灌成这样 连一个男人最宝贵的东西 孙岩都弄丢了 难过小杨会变本加厉 绝对小冬是个软柿子 每天欺负她 就成了理所应当 这时主持人问了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为啥不跟她分手呢 小冬的回答让全场不淡定了 因为没有触碰到我的底线 都当众跪下了 还有什么底线比男儿膝下有黄金 还过分的吗 为啥不跟她分手 因为她没有 没有就是 触碰到我的底线 随后小冬说到自己的底线 原来就是小冬可以忍受自己 没有尊严 但是不能容忍小杨 对自己父母的大不敬 那女友究竟做了什么事 让能接受当众跪下的她 此刻却受不了 要和女友小杨分手呢 看完这个画面 真没几个男人受得了 暴躁女的特质一目了然 又砸电脑又砸手机还打人 这种女生谁能惹得起 难怪男友小冬说到 我惹不起 我躲你还不行吗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都有哪些奇葩事 谈恋爱多久 三年 谁追的谁 我追的 感情怎么样 开始挺好的 后来不行了 故事中是小冬追的小杨 两人都来自吉林省长春 目前还在上学 恋爱时间也有三年了 看着文文弱弱的小杨 究竟做了什么 让男友小冬 执意来节目组分手呢 刚开始小冬表示 小杨甜美可爱 小杨也说了自己脾气不好 让小冬要多宠着他 可能是这坏脾气 被小冬惯坏了 宠女人有个度 也分事 别一味无底线的惯 你的底线是什么 我的父母 你的父母啊 现在还没触碰到了吧 触碰了 小冬表示 自己怎么都可以接受 但是女友对父母不尊敬 那就不能容忍了 这是自己的底线 也是一个男人 该有的态度和底线 那小杨到底做了什么 触碰到男友的底线呢 看到这里 请动动您 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我得啥样啊 我就让你妈 既然这些啥样 皮更不好的 听完这句话 在场所有人 都被这个没素质的小杨 乐得哭笑不得 这时小杨狡辩道 是爸爸教自己这样说的 不得不说小杨这番话 就是不成熟的表现 他老爸肯定是说 不要跟陌生人喝酒 而男友妈妈更是未来的婆婆 这样说 怎么能不让人寒心呢 如果说这是成为 男友要分手的导火索 那接下来的一幕 才是爆发分手的 最后一根稻草 究竟是什么事 能让男友失望到这种地步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天我妈找到喝一杯酒 先给她敬的 她把头一个 说有效的女人是不喝酒的 把我妈晾在那儿 谁的 原因是女友到男友家吃饭 期间小冬妈妈敬女友酒 女友接下来的动作 戚风了未来的婆婆 究竟说了或者做了什么 不该做的事呢 原来小杨说了一句 有教养的女人是不喝酒的 言外之意就是说 小杨妈妈没有教养了 首先应该是小辈给长辈敬酒 这下连为婆婆敬酒都这样对待 可想而知 以后进了家门 婆媳之间有多难相对 因为父母的事 小冬几天都没怎么理小杨了 这时候小杨却做了一件 让全场都不淡定的事 到底是什么事 让全场观众和老师都接受不了呢 原来女友小杨以自己生命 要挟男友不准分手 小冬表示道 女友用安眠药和医术 威胁自己 她要是死了 就赖男友小冬 这种幼稚的做法 连主持人都目瞪口呆 哭笑不得 这时小冬要暴露出惊人的一幕 这就过分了 究竟又做了什么过分糊涂事 没话继续出去了 他说你要不跟我出 我就跳车 看完这个真的无语了 真是害人害己 坐个出租车都不安分 还要跳车 这出事故了 司机不是跟着倒霉吗 难怪于百洪老师说 宁愿打一辈子光棍 千万别娶这种女的做媳妇 这种女孩真没几个男人受得了 这时小冬也彻底看清她的真面目 一定要和女友小杨分手 从这两点可以看出 女孩有暴躁症 自私自理 男友能给她重新来过的机会吗 故事来到这里 很多网友有疑问 让我们继续接着往下看 小伙子我明白你意思了 下定决心要分手是吧 现在要分手是这意思吗 是 分不就行了吗 到我们这干嘛 我不想跟他分啊 小冬来到节目组说了那么多 就是想跟女友分手 但是女友不依不饶 还说到以前的点点滴滴 说到之前 小冬气就不打一出来 又开始倒出苦水 他似乎忘记来节目组 是要和女友分手了 看来两人还是对彼此有感情的 小冬吐槽道 之前女友还只是砸砸东西啥的 现在变得动不动 对着小冬又是打又是踹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发那么大脾气呢 接下来的一幕给出了答案 开始就不光踹东西了 开始打我骂我 说踹脚就踹脚 说打下就打下了 原来有一次双十一 小杨让小冬秒杀一个包包 让小杨坐在那 冻都不能冻的 不能喝水 吃东西 也不能上厕所 最后网卡 没抢到包包 于是小杨大发雷霆 大骂小冬窝囊废 抢个包都抢不到 还接着狠狠地踹了小冬一脚 这时赵川都看不下去了 直呼道 兄弟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小冬委屈地吐了吐舌头 表示这一切一言难尽啊 这时候主持人又问道 为何不跟他分手啊 兄弟 你怎么过来的呀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为啥不跟他分手呢 我追他的时候 我向他承诺了 这时小冬坦言 当时追小杨是承诺过 会一辈子对他好 原来小冬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接着小冬又吐了一波苦水 听到这里 我想观众都恨不得 把女孩大骂一顿 竟然只是没接到女孩电话 女友就把男友手机大谢八块 三年恋爱摔了四部手机 这还不算其他东西 比如电脑 镜子等 这种败家娘们 留着也是祸害 真不知道这兄弟 怎么那么能忍 是我早就把他丢出去了 小冬还说道 他不止对自己这样 对别人也是这样 究竟又发生了什么 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呢 原来只是两人去火锅 小杨非要跟服务员过不去 揪着一点点小问题不放 其实服务员真不容易 拿着微薄的工资 干着累死累活的工作 这确实可以看出 小杨是一个没教养 没素质的女生 更过分的是 让男友证明爱她 让小冬把手伸进火锅里面 去烫一下 这小冬当然不愿意了 只有傻子才会干这种蠢事 接着小冬又爆出一件事 让全场愤怒不已 究竟是什么事呢 就有一次他和他小姐们 出去逛街溜达 然后给她打电话 刷不接 然后发信她也不回 看完以后明白了 女友小杨跟闺蜜逛街 左右手拎满了东西 小冬打两小时电话都不接 所谓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谁逛街不买东西 是不是主持人 我左边另一大堆 右边另一大堆 我哪躺得出手 接你电话 不就没接你几个电话吗 你至于吗 当小冬两分钟不接电话 就把男友手机大卸八块 自己却可以找那么多借口 小冬也表示道 那我是不是也要摔你手机 你敢摔我手机 一个人试试啊 小杨霸道表示道 你摔一个试试 后还是小冬妥协了 话说到这里小冬又保处 更加让人义愤填膺的一幕 就是冬天下吞埋他嘛 然后一楼到六楼 我自己一个人扮 扮他能有六七趟 然后也没说帮我 帮我一把 原来女友叫小冬去他家 搬白菜上六楼 一个分八九趟才干完 累得大口喘着粗气 又渴又累 连水都没给到一杯喝 接下来就更让人生气了 要出去十万年 然后行咋也得带上我呀 然后他过来跟我说 你看你妈也把他要 赶回洗澡睡一觉得了 女友妈妈和小杨准备出去吃饭 干完活的小冬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以为女友会叫上自己一起去吃 结果女友嫌弃他身上脏 怕丢了面子 让小冬一个人饿着回家了 小冬这时心都凉了 没想到自己帮忙干活 累得又脏 又渴又饿 女友竟然这么对待自己 让我们看看 还有什么更加过分奇葩的事 后来到后半夜了 他哥哥走了 然后他也走了 把我留在看他嫂子生孩子 听完这段又好笑 又好气 原来女友的嫂子生小孩 理所应当 小冬去那里看望 未来的哥哥和嫂子 但没想到的是 半夜哥哥回家了 小杨也困了 要回家睡觉 让小冬在那守着 这叫什么事啊 一个男的守着别人媳妇生孩子 闻所未闻 故事讲到这里 还得接回男生的底线 要不是女生不把自己家人当作亲人 也不至于要分手 这一切都是小杨就由自取 好坏了 新良了 你怕他不 好 打怕的还是骂怕的 都不怕 最后 主持人问新良的小冬 你怕他不 怒怕他打你还是骂你 小冬下意识回答 让全场不淡定了 赵川还问女生有没有 意识到自己错了 如果错了 就跟小冬道个歉仙 看来小杨也是心里有小冬 只等到失去哪一刻 才想着要挽回小冬 面对女友的道歉 小冬会原谅他吗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各位嘉宾老师怎么说的 你刚才说 女孩子要有教养 你在人家的父母面前撒泼 这么不尊重他们的父母 所以小伙子 如果换了我 我这一辈子打光棍 我也不娶这样的媳妇 告诉你 首先发生的是 于柏洪老师 犀利的直出女孩口口声声 说要做一个有教养的女孩 却从头到尾 从摔手机 到男生下跪 把男人的尊严当作游戏践踏 再到见父母的态度 没一处让人看着喜欢的 还霸气怒怼道 我要是你男友 宁愿一辈子打光棍 也不要去你这种女人做媳妇 说的有点难听 却字字出击 句句大实话 尽管小杨哭得稀里话啦 也没人觉得应该同情他 接下来八戒有话说 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 马德华老师 一开口就来一句经典名句 黄鼠狼打喷嚏 惯的 而女生在生活中 就是把男友当奴仆一样 不来喝去 道德标准太双标 自己怎么样都是对的 男友一点不如意 又是答 又是吗 就算找另一个男朋友 不改变的话 也会是同样的问题 听了马德华老师的金玉良言 小杨羞愧地低着头 接下来我们看看 曲伟总裁的见解 曲伟总裁从另一个角度 解析了这对情侣的问题 女孩有事 还是对外人彬彬有礼 也会听主持人的话去道歉 证明还是可以痛改前非的 但是要设置好原则和底线 对长辈和外人 绝对不能没教养 对男友可以适当撒娇 别太过 改过自新 还是可以重新在一起的 又到了长知识的时刻了 最让人期待 莫过于图蕾老师的点评 我怕以后他妈对我不好 我先给他个 所以你先给他一个像码 为什么 就是你爸妈教的 不是 你爸妈没有教 你说第一次见对方的父母 要礼貌一点 图蕾老师一针见血击溃了 小杨心里的防线 自自犹如一把利剑 击穿他的虚伪的教养 让一个男生跪在大街上道歉 心里仅仅只有感动 没有一点点心疼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野蛮女友 但是看下来 连野蛮女友的万分之一都不如 野蛮女友最起码会心疼人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素质 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素质 你说让自己的男人跪在街上 你的内心只是感动 你没有一丝感觉到心疼吗 随后又指出了女友的道德标准 直呼小杨不仅仅是一个没有教养 脾气坏的女生 而是连一个为人的基本素质都没有 听完图蕾老师严厉地指出问题 小杨能听进去老师的话吗 谈的爱情 这其中的内容 除了打 骂 虐 还有那么一点的感动和温馨吗 接着图蕾老师指出 这对情侣的爱情 出来打 骂 虐 其他都根本没有一点让人 感动和温馨的情景 一个人的道德底线 是绝对不能接受别人 羞辱自己和家人的 不管是婚姻 恋爱 还是为人处事 图蕾老师最后也表示 并不看好他们俩在一起 不过最终还要他们自己选择 他们最后能改过自新 重新走在一起吗 以后我一定给足你面子 那你当 那你当个正经的男人看 女友小杨哭着对男友说道 以后会拿小冬当男人看 男友最后一次心软 给了女友最后一次机会 女生也当着节目组 现场打电话给男友妈妈道歉 但是未来婆婆还是没有原谅她 但是男友坚决还是选择跟小杨在一起 最后现场观众要求 要是愿意改的话 就当场给男友小冬跪下求原谅 女友最后答应观众要求 当场给男友小冬跪下求原谅 来吧姑娘 我以后一定要好好跪 当小花童出来那一刻 全场还是被感动到了 女生的行为让所有人都接受不了 这确实要好好反省改过自新 当我们在婚姻和恋爱中 不管男女 不要一味的纵容和惯着 也不要砸东西发泄 更不能打人骂人 对长辈一定要尊重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祝福他俩能摒弃前嫌 幸福地走向幸福地方港湾 屏幕前的你有啥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